台北现一名青年级的年轻原警在休假的时候呢 竟然把警用机车给停回家 就停在家门口的楼下公寓 而且呢还毫不避讳的 把一大碟的报案三连单就塞在机车的置物栏里面 换句话说 报案人的个资呢就这样因此而曝光了 对于这个离谱的行径 警方的解释更让人啼笑皆非 说是证明原警休假也在查案真是办案太认真了 走进小巷洞 警用机车相当醒目 就停在公寓楼下 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处张望 完全没有看到远警行踪 再仔细看 机车前方的置物箱 塞着一大团纸张 这可不是广告传单 而是报案三连单 任何路过的人都可以看得到 报案人的身份证字号 手机号码以及地址 完全不设防 侦查内容通通被公开 根据我们研判 他在是想利用那个 那个失窃的这些相关资料 随时在整个过程里面 随时都能够拿出来查气 警方解释原警真的太认真了 把案件带回家办 只是一时没把报案单收好 不过问题又来了 警用机车就停在原警住家楼下 把公家机车 明目张胆骑回家 台北县政府警察局几个大字 想不引起侧目 恐怕很困难 将车子骑回去 然后就放假 所以大概四五步就放在 他的这个家里面 下面的 警方透露 这名原警相当年轻 七十几年次 从警只有四年多 认真办案 但经验不足 难免犯错 将进行行政处分 中间新闻 少凡轩肖志光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